- 死球樂園喔,有空來看看 好啦,那麼,歡迎各位來到今天的FGO每週快報12月8號 欸12月8號 喔,剩三個禮拜 好快喔,天啊 再兩個禮拜,就是 就是聖誕節了 聖誕節結束新年,新年就2020年了 噢MTF,時間過得好快,今年過得好快喔 好啦,那... 反正今天12月8號,那今天每週快報呢 我們今天趙怪力,就先來聊一下目前現在進行中的活動 那接下來可能我們會來聊一下這個... 這個...這禮拜的巴比倫 欸,巴比倫這個... 第十十集 然後C97 Did I Works有一些新商品 那我會給大家看一下 那還有上禮拜本來我們要講的新模型 但是後來時間不夠,所以我們就... 欸,跳過了,對,就跳過了 少女戰車有適應喔?欸,我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欸 她什麼時候要出啊 她什麼時候要上啊 嗯 好,那...首先呢,我們先來講一下吧 這個禮拜... 呃...這個... 朋友的女兒我有看啊 內部的話,如果是我 我找第一集就... 就送她回家啊,請她吃飯 欸欸欸,對對對 好,那首先呢 欸,不知道大家這一次... 來來來來來來 問一下大家這一次FVP 到底打掉多少顆石頭 來,我個人先拋鑽影一下吧 我記得我開場之前應該是 一百六、一百七十顆左右 那...應該是左右 還不到兩百顆啦 差不多 那我應該吃了差不多一百顆蘋果吧 嗯... 嗯... 啊...我想問一下...看一下 大家... 大家...打的狀況怎麼樣好了 我很好奇大家吃了多少顆蘋果 一百顆 一單,一單就是一百顆吧 還是吃了多少顆石頭 呵呵,都一樣喔都一樣 差不多七十應該百... 我大概吃了一百顆蘋果啦 三十,一百一十五 一百一 蘋果加彩色快三百 哇,我蘋果多啊 我蘋果本來就很多,對啊 三百六代把吃了一百八十顆 兩百果,哇... 那差不多大概在五十到一百果之間吧 嗯... 哇,大家一個喜板,然後聊天室直接死當 很好喔 Fuck 呵呵呵呵 喔 那,其實這次活動來講 我稍微先跟大家講幾個點 因為剛剛觀眾也有人在問嘛 剛剛觀眾有在問說 欸,爹啊 不,我先講一下好了 你知道嗎,我這一百顆 還是我每天 這禮拜我每天直播開台都可以刷兩到三個小時 情況下 我才刷掉一百顆 所以你知道嗎 所以各位 我跟你們講過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常跟你們說 蘋果能刷光就刷光也沒有關係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有什麼時候 你們可以直接刷爆蘋果 你看,說真的 這個是我 這裡一個禮拜每天開台喔 我開了六天 每天刷兩到三個小時的情況之下 我才不過吃掉一百顆 你知道嗎 其實 其實一般人說真的 如果大家特別忙情況之下 你能刷多少顆 真的也刷不了多少 所以每次說 我今天怎麼有多少顆蘋果啊 多少怎樣 我要不要刷 那你就跟你講 你們如果忙起來 你每天如果沒有時間 刷不到一個禮拜 一天刷不到一小時的話 你也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讓你刷完 對啊 然後呢 那也稍微講一下 剛剛觀眾有人在問嘛 那接下來很高機率 大概下禮 下禮拜 會有狩獵季 就是狩獵任務 那觀眾說 狩獵任務呢 這個 呃 掉的機率有沒有比這個 這個FAP活動好 好 我跟你講有 如果你只考量到你要的素材 比如說 你今天胸骨去打小莫 欸小姑是胸骨嗎 不對家人啊 對 如果你今天 呃 就是要胸骨打家人 那你純潤一些你單要的素材來講 其實FQ 跟這個 狩獵任務來講 都會比 FAP來得好 可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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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 FAP這個活動的重點 並不是今天狩獵技而已 重點是QP啊 你知道這個 只要這個活動最賺的第一件事情 是他不只可以打素材 他還可以打QP 你們看看 我的QP都已經達到五億九千萬了 我這個活動開場前才一億還是兩億 然後我還 中間還練了好幾個 好幾個技能 對 你知道 Niko都還跟我說 他這個活動開始之前 他有三十四顆的傳承結晶 然後 還是三十幾顆 然後活動結束 他說他現在只剩二十一顆傳承結晶 對 其實重點是QP 好你又說 可是QP 我其實刷門關 減半的門寬 其實也很快 也還比這個多啊 我跟你說 你知道這個活動最重要是什麼嗎 一回合啊 這個活動是一回合 你知道狩獵任務 基本上三回合其實沒有很好打 你知道嗎 狩獵任務最後一關的BOSS血量都是上十幾萬的 你基本上這要射三T的最武 沒有那麼容易 你知道這個活動就是一場一分 一到兩分鐘內結束 就是QP 他就是進去你技能開完然後就結束了 你知道一T的活動很賺 對 你只能說 你今天如果你純粹用CP值 你用消耗的AP除以你的QP 或是除以什麼來講 你當然會說 可能其他活動會比較好 可是你用單位時間來算 你刷一場那個 你刷三場門 然後跟你刷一個那個 那個 那個那個 狩獵場一場任務 就搞不好可以打兩三場的這個 這個FAP的刷住活動欸 真的是快欸 我跟你講 所以我跟你講 我在跟你們說 你們要這個素材 當然一定會有更好的選擇 可是實際面上來說 你知道一T真的讓人都很舒服 這真的很舒服啊 叫你不要再刷了 真的就舒服啊 狩獵掉落率其實很好 他至少還有總火 但是問題是3T真的不好刷 狩獵的3T沒有那麼容易 真的 但你加入時間程 欸總之是你可以矛起來刷啊 你一T情況下 你廁所拉個10分鐘 搞不好就可以刷7場 然後你出來又可以刷幾場 你真的是超快的 不要再刷 根本也陰謀 聽了聽了 好像忍不住 不刷不刷刷 又開起來了是不是 呵呵呵 不過當然啦 你說這個還是比不上魔神柱啦 因為魔神柱不會掉活動素材 這個部分還是你有一大部分 被活動素材占掉啦 唉 什麼時候火神柱再復活一下 可以嗎 不知道第二部結束的時候 後面有一個超級魔神柱開戰 這個真的是 喔 這個活動真的是刷起來舒 舒適 其實我就講啊 我這個人是很重視遊戲體驗的 對 遊戲體驗很好的遊戲才好 才值得玩 好啦 那另外一個要稍微講一點的事情啊 這個 這個活動本身到19號 不過呢 這個 刷住活動 這個第五階段 只會到明天中午 明天下午的 應該是2點吧 我不知道是2點還是4點 反正到明天下午 基本上就結束了 那到明天下午結束之後呢 你就可以正式拿到期格 那你也可以拿到這個 呃 高難度關卡的門票 所以簡單講 禮拜結束之後就是把劇情推完 就會有門票 那就是高難度關卡跟這個 齊哥的角色就可以拿滿了 然後接下來就不會有刷住的 所以 基本上我個人認為呢 呃 每一個我相信我們台的觀眾們 應該都是刷好刷滿 基本上現在大家的素材 跟硬幣應該都是溢出啦 我的硬幣已經400萬了 所以 明晚11點嗎 那麼晚喔 喔是晚上嗎 因為他沒有寫啦 我不確定他到底是明天什麼時候 他有沒有寫什麼時候啊 我看一下 喔有欸有欸有欸 對不起11點11點 欸有欸 他有寫11點 好那就明晚11點 那很好各位你們知道什麼嗎 你們還有25個小時可以刷 現在幾點 現在還不到快10點 現在算時間 你們還有25個小時可以刷 哇舒服 但是各位嘛 你知道代表什麼意思嗎 如果你們跟DA一樣 啊你們基本上如果刷好刷滿那個 我不是說那個素材啦 我說活動裡面的素材 就是那個 紙片啦 粉筆啦 跟那個娃娃都刷完的話 你知道代表什麼嗎 代表明天晚上11點之後啊 啊你大概就會長一個禮拜的草 因為接下來這7天 你完全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打 因為接下來這7天只有自由任務 那高機率你們應該都不需要打 對所以我個人覺得 呃接下來這7天之內 就差不多是一個禮拜的 這個這個這個掌草期 嗯 只是說 不知道會不會開別的啦 那只是說 呃反中版的部分 不知道會不會提早上虛樂館 或是上呃 那個狩獵任務 看 要看他們會不會怎麼上 待會我就不知道了 明天要說一下 不用不用不用 你試穿我幫你刷 對你試穿我幫你刷 沒有很賺 對啊那當然如果 如果如果如果他有 他有出新活動的話 當然更好啦 而我沒有的話就 嗯 只要可以先慢慢 慢慢修修起來 對啊 10天 他到幾號啊 他到19是不是 喔他到19號 對不起 好到19號確實有真的10天 看看啦 看看啦 看看他會不會 看看他會不會 提早出來啦 然後 那天我們也在講說 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那天我不知道大家如果 剛剛直播你們會笑 你看 你看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值班方式 你看 那第一天大宗就算值班嘛 然後我們就笑 你看佳爾娜最慘 有沒有看到各位 佳爾娜是值大夜班 你看2點 然後到晚上10點換上佳爾娜 佳爾娜就要值晚上大夜班到早上8點 然後8點完之後呢 可能洗個臉啊 然後吃個 喝個牛奶 然後繼續值白班 然後要值到下午 然後值到下午之後呢 那佳爾娜回到家洗個澡 沖個澡 然後睡覺 然後差不多晚上10點再值大夜班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 佳爾娜根本是高手 佳爾娜的值班方式是 大夜 早班 下午 休息 然後晚上繼續值大夜 你們有沒有值過他的方式 連兩天大夜班 再加中間一個早班 有沒有 只有下午 只有一個時間可以睡覺 你看 如果說大公也很慘 大公也是一個大夜接早班 不過大公比較好啦 你看大公 人家還是體恤老人家對不對 你看第一天的大公 是上下午班 下午班完之後 大公可以休息整整一整天 然後再來 再來上這個班 你看這個 女帝也是啊 女帝至少好歹 還可以睡一天耶 女帝至少還不用值 女帝只有值一個大夜 你看就佳爾娜 無告衰 兩個大夜 你看就佳爾娜 值兩個大夜 其他人都沒有值兩個大夜 呵呵呵呵 有 有 呵呵 小貝嗎 對啊 你說 你說他上班 小貝也要跟著值班 是不是 呵呵呵 我剛剛好像不對啊 這個活動沒有小貝啊 哪來的小貝 你為什麼佳爾娜值得班是早上 你看就是佳爾娜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雙 那個雙大夜 孔明表示 欸對孔明這次真的應該是最累的 孔明這次應該是全 全程沒有休息過 唉 看他孔明都不睡覺 孔明表示你說誰可憐 小貝表示 我的手刀已經不知道 劈死了多少個大公公佳爾娜 我看你是沒看過佳勒 佳... 呃不是不是佳爾娜 我看你是沒看過佳勒底的最強水平手刀喔 真的是 大夜連上 真的是很累 好啦 那這只是一個小小的吐槽而已 所以 那反正你們要刷的人 就是最後啦 最後這個...最後這個期間 還有點可以刷 那我建議啦 最後這個階段要刷的話 基本上就刷奇耕弓啦 如果你們沒有特別... 特別缺少的話 因為... 嗯... 奇耕弓的話 一個就有機會掉冰塊 一個有機會掉火藥 那... 就是... 反正順便刷會比較... 會比較好一點 等一下 早班比較短啦 可是...下午班... 兩點到十點 八個小時 夜班也很久喔 夜班是十點到八點耶 夜班最久 大概夜班最久吧 現在沒有 對阿 之後吧 之後有出來的話 就可以阿 好 那活動大概就這樣啦 那明天晚上十一點過後 就會有這個...高難度關卡 那也可以拿到奇葛 那如果對高難度關卡 還是對奇葛有興趣知道的話 剛剛還有人問奇葛介紹出來的沒有 你一定沒有看我最新影片 我最新影片通通都上來啦 我跟你說 啊... 都上來了 有啦... 有啦...公還有一次啦 禮拜一公還會再上一次 可以可以可以 對... 還會再上...現在沒有 但之後還會有 那這次FVP活動大概就... 這個樣子吧 然後...這次活動來講 因為你們還缺最後一點點的劇情 不過這次劇情其實真的算... 我想...其實我還蠻想問大家對劇情的體驗啦 因為...我自己對於奇葛其實沒有太多的偏見 那我是覺得這次作品來講 至少活動來講 算是把... 奇葛的個性有寫的... 其實有比較好啦 我覺得真的是有寫的比較好 我覺得至少 如果他是以在這邊的這種思考模式跟那些... 方式去在FVP本傳裡面的話 其實我覺得就很OK 只是FVP本傳的話啊... 他算是補完啦 我覺得他有一點算是Omaket的補完 可是他沒有名獎 他算是... 他很刻意的避掉了那個名獎 對 就是刻意避掉了... 你們都知道比較大的那一塊 對 就是把...避開那個點 但是他還是... 但是看你們有看的人就知道 一定這個就是FVP後續往後接下去的 然後你再加上那個... 你再加上那張禮...禮裝 你再加上那張五星的活動禮裝 其實就...就...就真的很明顯了 我...劇情我覺得很棒啊 其實我覺得劇情很好啊 這次就是賣凱隆跟阿基里斯 這一對師徒 對 你基本上就是...就是... 這一對師徒把他賣起來 然後再讓達尼克...被錶 然後... 再讓... 再讓... 他們好好的表演一圈 對 再讓...所有的英靈再表演一圈 對呀 就後日台了 對... 奇異格在周回的時候藍魔放 藍魔放是放在你NP回收需要的那一回合 如果你沒有... 你如果NP回收都需要的話 都不需要的話 你就是拿在最後一輪增加傷害 看你怎麼用 對... 看你怎麼用 這劇情很有趣啦 還蠻好笑的 對有些點也蠻好笑的 FVP其實算是寫手的問題啦 因為...要寫群像劇就需要長度的問題 你長度不夠 你要說 那你當然角色塑造就沒有辦法做得那麼好 沒看過冬蛙 冬蛙很慘嗎 你可以看一下啦 可以看一看 對 他...因為他主要是人物太多 你想嘛 紅黑兩方14個 加上貞德 再加上那個... 呃... 再加上那個... 天草等於是16個 那... 16個人再加上7個人 17個人 你就等於是說 你必須要用那個長度去寫17個人 你就知道很不好寫 你知道嗎 就很難寫 17個人 動畫小說是幾幾 欸... FVP小說是幾幾 我忘了 6嗎 我有點忘了 然後... 痾... 然後... 動畫好像就24集 你看 一人...一人分個 一人才能分到一點... 一點... 一點幾集一點 喔5集 比我想的還少 對啊 到底6還是5 我怎麼記得好像是6還是5喔 對啊你看5集 5集你16個人去分欸 一個人分不到多少集啊 所以你就... 你就可以... 理解說... 小說的比較好嗎 也沒有啊 就是劇本太短啊 就是劇本...劇本的太短 對啊... 人家FZ人數那麼少 對啊 人家FZ... FZ這7個人欸 FSF... SF比較長啊 FS... FS... F... 他的長度比較長啊 而且他沒有限定5本內要寫完吧 因為我記得當時FAP好像也有說5本內... 好像我不知道一開始有沒有設定長度啦 所以寫起來會...會比較... 嗯... 會比較受限啦 那... 其實像那種群像劇的東西 我還蠻推薦兩部動畫 一個就是剛剛有人講的悟通 其實是一文路 那有另外一部就是那個叫什麼... 呃... 永生之久 呃... 叫什麼... 布魯... 巴拉... 算了我忘記他的英文是什麼了 什麼巴拉瀑布布蹦的 反正我忘記 逼開頭的 你可以...可以去看一下啦 就如果...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是動畫版的群像劇的寫法跟演法 像...劇院奇斯奇奇奇跟那個... 永生之久這兩部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群像劇就應該要演到這樣才會... 啊...不是... 巴卡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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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同一個啊同一個啊 但是是...沒有... 我說兩部不同的作品 我是說不同的作品啦 對... 永生之久... 就是...動畫啦 動畫我覺得巴卡諾好像更... 我覺得更好看一點點 對... 就是... 就是... 你可以去看他的動畫 就是群像劇... 就是... 這樣...這樣描...描述才是我覺得... 應該是他要做到的一個... 好處 對...就是... 你看到後來你才會覺得 喔... 就是...這樣接起來 對啊... 就是...就功力問題啦 對啊...就是功力問題 不過你不講我還真的沒想到 所以...這就是... 只能說... 東出的... 實力還不太夠啦 對啊... 只能說... 東出的實力... 還是... 差了一截 那現在就看SFF有沒有打算動畫版啦 如果FS對付動畫版我相信應該也會... 應該也會不錯啦 欸...我記得... 還有一個什麼東西 還有一部群像劇好像也不錯 欸...我突然想不起來喔 我記得好像還有一部作品的群像劇 我覺得其實... 算... 算...也算蠻好的 啊...你們剛剛有講到伯多豚骨拉麵團 不過伯多我覺得還沒有那麼群 對...伯多... 伯多豚骨拉麵團 還是... 比較... 著重在... 呃...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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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個...那個... 他們的一條龍那種... 不是大家都戲稱他們叫... 怎麼... 一條龍工作室嗎? 就是從那個... 從那個... 從岸到解岸... 就是一條龍工作室 還是比較... 比較局限啦 比較局限在他們身上一點嘛 對... 對... 幹...跟著伯多好氣喔 那個妹妹一開始就死掉了 氣死我了 我還沒妹妹後面會有劇情 幹... 氣... 呵呵呵呵... 好啦... 不過伯...伯多這裡也蠻好看的 對...伯多也蠻好看的 反正... 這幾部拉麵團就是... 真的... 可以先看一下 好! 好! 那接下來... 就是... 不會不會不會 那不會爆雷 那個第一集就死掉了 那根本不會爆雷 我跟你講 那不會爆雷 第一集就死掉了 沒有什麼好爆雷 你這個... 你這個... 這個東西就跟你說那個... 這個東西的爆雷 大概就跟... 怎麼啊? 我想一下 呃... 喔! 普犯... 普犯幽柱死掉了 那種道理一樣 實在性而為 好吧有機會看看吧 嗯 防禦減免%數有 但那個幾乎都趨近於零 所以沒有差 對... FAP有...它有... 有一點點 但是幾乎趨近於零 所以既然大家都沒有... 沒有在care那個... 那個變化了 什麼... 怎樣... 我看一下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 Neko為什麼很開心的... 很開心的... 丟我嗎? 來 他剛剛很開心的 丟了這個畫面給我 X2 幹什麼X3 幹什麼X3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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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 你不要這樣好嗎 我都很難過 真的太歐了 欸對對對說到這個卡池我要跟你們講一下 各位你們看看這個卡池現在這樣子 哦對啦本來說要去那邊抽的 哦對吼其實忘記這件事情了 你看你們知道這個卡池 多浪漫的卡池啊你們看看這個卡池 對不對多浪漫的卡池你們是不是應該抽一下 對不對讓那個天草跟那個 跟這個跟這個賽米拉米斯是不是要團團團聚一下 對不對那個天草女帝是不是該讓他們一起團聚一下 這個畫面這個畫面多美了一年就看這一次 好喝自己抽 你看這個卡池 又抽又抽我就抽我就抽 我手毛被一直抽一直抽 丟了也不見得會有啊多讓人生氣 對不對 唉我沒有看過時代吸口沒有啊 好 多讓人生氣 好我就按一下 可是我也覺得不會出貨 我很難過 嘖 幹可是我覺得我也抽不到 垃圾遊戲 左右壞壞還可以牽手收是不是 啊~~ 可是我覺得我會抽到垃圾 唉 好啦好啦丟個石頭啦 丟個十顆石頭啦 那我也覺得抽不到 一死一死一下 不會啦不會抽不到一定不會脂肪打手啦 一死一死一死一下 對啊 一死一死一下啦 對啊 哎呀 阿塔喵喵喵阿塔喵喵喵啦 沒事沒事沒事 不要緊張不要緊張 阿塔喵喵喵阿塔喵喵 沒事沒事 就一個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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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又開始緊張了 我跟你們說 對不對 沒有了沒有 沒的事沒的事 哪有那麼好 每天出五星的 對 哪有那麼好每天出五星的 垃圾遊戲 好 好啦你看你看你看看 是不是 垃圾遊戲 垃圾遊戲 好 我只是賺了一個金方 好啦還可以賺個金方還行 我看一下吧 我應該確實 保五了沒有 保五了沒有 保五了保五了保五了 好確實是金方 OK 好 好 我們只是一死一死一下 我們一死一死一下 對對對 一死一死 好啦 然後 我想一下喔 我想一下 他們立會可以牽手手 呵呵呵呵 OK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這禮拜 這禮拜的這個 絕對魔獸戰線 欸還不錯 絕對魔獸戰線 第十集 不過我必須要講喔 這集沒有什麼打戲 打戲算是被省略掉了 然後 只加上了 這集也是文戲比較多 不過我覺得很晚 欸這集 我跟你講這集看點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那個 浮浮小手手 然後打那個伊斯塔的臉 有沒有 各位有沒有印象 他們在晚上逃啊 然後浮浮跳上去嗎 浮浮浮浮 然後他那個 那個小手手 那個連續拳打在伊斯塔的臉上 是不是超級無敵可愛的 我來找一下那張圖 那個超可愛 我沒有 我沒有GIF檔 但我好像有那個 我好像那天有看到 我好像有找到一張 那個 他的那個 圖 找一下 找一下 那浮浮小手手好可愛喔 有了有了 就這一張 有沒有超可愛的 有沒有超可愛的浮浮小手手 阿 不是 不是伊斯塔 是艾蕾 對對對 應該是艾蕾 這個浮浮浮小手手連打 對 然後我還看到有人 有人在說 有人在說 喔原來是手手啊 我還以為是舌頭呢 氣死我了 呵呵呵 我還想說 幹我就完全 我就完全不知道幹 是舌頭也太噁心了吧 他舌頭也不會是 白白色的吧 對 超可愛 其實是浮浮的舌頭 其實是這樣 其實浮浮的舌頭 是不是有一點像舌頭 我舔 很可愛啊 超可愛的 欸不過我們還發現一件事情 你有沒有發現 我覺得浮浮阿 我覺得在肩膀上的浮浮 你不覺得 女帝紀念用腳吧 當紀念好了吧 對阿 先當紀念就好了 對阿 畢竟寶一 那個阿 你知道浮浮我就覺得他好像 他好像是一個固定的尺寸 然後 他在某些場子 不知道為什麼 放在肩膀上的時候特別瘦 你有沒有發現 他在 他在有幾個角度 就在學妹肩膀上的時候會特別扁 就那整隻浮浮好像被壓 壓縮了一樣 就好像浮浮 浮浮會被壓 壓縮那個感覺 對對對對對 是不是 你們也發現對不對 在馬修肩膀上的時候 在馬修肩膀上的時候特別扁 所以我說他那是不是一個固定模組 然後要用的時候就套到上面去 會根據那個人肩膀做變化 對 如果那個肩膀特寬的話 那浮浮應該會變得超肥 對 很可愛 浮浮的舌頭 2D浮浮 還有啪啦啪啦的特效 可愛 可愛 不過這集 對啊 這集還有說那個 爆戰士的時候也超好笑的 然後後來那個爆戰士咧 就被打死了嗎 然後 然後就一群爆戰士 蹦蹦蹦蹦蹦 跑到綿綿 然後就直接千萬到下一會了 我都很想說 嗯 所以呢 所以呢 然後那個爆 爆戰士呢 到底跑哪裡去了 他們就這樣消失了嗎 然後 另外還有一個 那個 也一個蠻好笑的就是 他們不是那一群人在往前走嗎 然後 爆人出來沒有人理他 然後就有學妹一個人回頭看 然後還拉手說 欸 好像就說 欸 Marser 你看 你看 你看有欸 有那個爆人欸 然後沒有人理他繼續走 對 啊 我覺得 真的也 真的也還蠻好笑的 對那個轉場真是完全過去 啊 那爆人超好笑的 呵呵 這完全 完全都沒看到 不過這集說真的 省經費我覺得 還好 因為這集文系比較多 我覺得沒有到很省 還OK Discord Discord 應該是正常的吧 Discord有問題嗎 我至少今天看他應該還OK 還OK 感覺與人溝通很重要 然後完全不理他 然後魔豬的毛凝視者的眼 我本來原來是改圖 然後發現他真的是貼那兩張圖出來 那看起來是超像P上去的 嗯 學妹宣誓主權 欸 其實如果跟那個 羽蛇神結婚就可以搞定 好像也不錯欸 對啊 欸羽蛇神很好看 我覺得動畫版的羽蛇神真的 做得不錯 因為他就比較沒有漫畫那個 欸漫畫是廣 廣江里維畫的是不是 喔 Disc這兩天掛了喔 幹 是喔 沒有特別注意到欸 欸 那只好等他好了喔 嗯 就是 因為遊戲的羽蛇神 算是比較有個人風格啦 那動畫版羽蛇神 就做得稍微比較讓 比較 大眾口味 比較 大眾口味一點 對嘛 是廣江里維沒有錯嘛 我覺得不會不好看啊 就是個人特色很強烈 對就是個人特色很強烈 嗯 演藝也很棒 我就覺得這次來講 第十集出乎我意料的好 下禮拜還有一集對不對 呃 我記得下禮拜還有十一 然後十一完了之後 就是兩集總集片 所以 今年內來講的話 下集看完就沒有了 對吧 對吧 嘿對 安娜是不是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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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還有一集啦 今年還有一集 然後一集完了之後就是 呃 就是兩集總集片 就等明年了 所以就看吧 我覺得 下一集演什麼啊 呃不要不要 等一下你們又說念他了 下一集應該就是羽蛇神那邊 主要的劇情了 對啊 然後 他其實一些小細節都有講啊 像是羽蛇神是善的頂點 你用善的人是打不贏的 對是打不贏他的 所以這個地方 就像我們遊戲裡面嘛 必須要用 二 用二屬性的人去打 可是主角方沒有二吧 我記得 那那那那那那 一到遊戲 如果一到目前 我們故事裡面 我們手上那幾個從者 應該是沒有二的 對不對 伊斯塔是二嗎 幹 我沒有伊斯塔 Fuck 小梅也不是二 不是 安娜不是二吧 欸我沒有安娜喔 我沒有安娜 Fuck 等一下 我想一下 我們這邊有沒有惡 惡屬性的啊 沒有我說如果純粹看二的話啦 艾雷是混沌二喔 欸我怎麼會沒有 欸我居然沒有 沒有沒有我是說我方 我要講的是在遊戲裡面的 我來看一下齁 讓我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如果如果如果 以那個日反進度來講的話 對 這樣會比較快 我這邊角色比較齊 對啊 沒有 我說以現在動畫裡面 我們手上 我們手上只有安娜嘛 然後有伊斯塔 有梅林 有學妹 就這四個人啊 就這四個人啊 嗯 看一下 嗯一次塔是秩序善嘛 對啊他也不行 那艾雷的話 艾雷是混沌二嘛 對可以 可是艾雷又不能打 女神之間不能打 女神有同盟啊 所以女神之間不能打 那 再下來就是 安娜跟爆人嘛 那 安娜的話 安娜的話 對啊 中立善也不行 爆人呢 爆人就混沌中憂 好啦 因為我跟你講 其實不要善就可以打 我記得 我記得遊戲的設定 是不是只要不是善就可以打 還是一定要二 我有點忘了 我記得因為遊戲裡面 我記得有些特殊屬性也可以打 對 就是有一些蠻特殊 我記得好像像是什麼 B書混 就是B書好像是沒有 特別善還是二都可以打的樣子 對啊 所以這樣看的話 動畫裡面 動畫裡面好像還真沒什麼人可以打耶 哇賽 這可 這可精彩了 中庸減半 對 不是善都可以嘛 嗯 所以爆人 可是爆人打不贏啊 爆人他不是輸 他會被打得跟狗一樣嗎 呵呵呵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邊還蠻好笑 這邊到時候再來看看 再來看看他們怎麼 怎麼上吧 對啊 所以這邊我們要來看一下 他們這幾下機會怎麼演吧 其實在蠻期待的 動畫組是真的 啊 其實我這幾下還有一個東西 要給你們看的 等一下我再來找好了 等一下喔 欸 我先把它找出來好了 啊 幹 又忘記了 因為過了幾天其實有點忘了 嗯 好 有了 好啦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吧 嗯 嗯 我覺得小太刀也不用 也不用弄快背爆啦 也很難說 搞不好也還不錯 對不對 你也很難講 這真的很難說 你到這看一看吧 說了再說吧 有時候也不見得 嗯 好啦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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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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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幹 不是要開這一頁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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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來來來來來 這個 呃C97的東西 反正到時候事後都會通販啦 所以你們有興趣的人都可以 到時候都可以買得到 這個 那這個是 福福的手提包 欸 這個到時候都會有通販 所以你們都還是可以買得到 也可以用白衣來買 這個 這個 福福手提包 幹怎麼放大之後感覺還比較小 好像半徑八兩沒有特別大 對 福福的小手提包 然後一樣是遊戲的設定 設定資料 欸 卡馬的一些設定資料 嗯 你們有一些的討論劇情 就會有一些捏他 我就不特別跟你們提啦 你們自己聊天室自己 自己聊自己啦 我就不說了 對 這個這個 那 這個多少錢啊 3000 會場限定C97 反正這個到時候應該都會有那個 誤範啦 只是 會不會有福福包 我就不知道了 嗯 所以如果你四個 四個全買的話就會有四個福福包 四個福福托特包 幹我要這麼多福福托特包幹嘛啦 救命啊 呵呵呵呵呵呵 我要這麼多福福托特包幹嘛啦 然後 幹 去你的保六愛神 夾賽 去死 夾賽 夾賽 氣死我 盤子 然後這個就是之前出過的概念禮裝畫集 這個也沒什麼 這就是慣例的嘛 好像也沒有送特點 嗯 還有什麼東西 啊這個 這個 呃 是什麼東西 欸 這個不就是那個收納盒嗎 我覺得很辣機很難用的收納盒啊 就是有些人衣物會拿來放東西的衣物收納盒 等一下這什麼東西 喔不對不對 這是讓你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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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含不含收納盒啊 C9機的Buchisaba 從者的 喔真的也原裝收納盒 所以他是 他到底是賣什麼 等一下等一下 他到底是賣什麼東西 嗯 嗯 喔 喔這是兩 這是兩 兩個東西 左邊是那個 徽章 這個是徽章 這個是收納盒 所以兩個都有賣 我剛剛一瞬間 以為是叫我們自己把徽章貼上去 這是徽章 然後這個是 收納盒 嗯 收納盒 這個收納盒我說不好用 是因為他收到後面 前面的東西拿不出來 你知道嗎 因為你東西如果往裡面塞的話 你最後 呃 你後面的東西會拿不到 你只能拿前面的 就不好拿啦 多大 嗯 八十二乘一零二 好小喔 八公分 乘十公分 乘十公分 好小喔 這好小喔 一般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 裡面的東西不好拿 對 因為你東西堆滿之後 你只能拿外面 裡面的拿不到 然後 這什麼東西 戰鬥角色力排 OK 我這也不知道買來要幹嘛的 因為有些人會疊 有些人會把它疊起來用 對 有些人會把它疊起來用 你疊起來用的話 就不 你當然要拉開就可以 可是拉開我覺得它就沒什麼特別的意義啦 然後這什麼 寶具演出的什麼 什麼東西 喔 又是那個 服服收納盒 哇 這原來是收納服服的啊 我還以為是收納衣物的 這個是 寶具演出用的那個 叫什麼 阿克力阿德 就是壓克力啦 壓克力 這也是壓克力版 然後就是這兩個東西 壓克力版的 啊 我怎麼覺得還是很垃圾的商品 各位 如果說它很垃圾應該也沒有意見吧 我覺得這東西真的很垃圾對吧 應該不是九五我覺得它很垃圾對不對 那這什麼 鑰匙圈 鑰匙圈 他說很有高級感 是馬力 安徒生 呃 莫札特 傑克 然後那個 國士 然後 弗蘭 蘭丁格爾 爺爺 福爾摩斯 跟那個 薩莉耶利 然後這什麼 錢包 哇操咧 這個東西 幹 我先講喔 這是長錢包 然後之後封面還可以替換 喔它之後 還可以會有另外賣的 你可以換入你自己喜歡的角色替換 2400的長錢包 呃 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個東西可以 可是圖很醜 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個商品OK 如果是女生的話其實可以買 可是它的圖很醜 沒有 我就覺得這個長錢包是可以的 然後它材質做得不錯 可是它如果選用什麼靈基寺的圖 或是靈基寺的圖 我覺得就很棒 可是圖 我覺得圖 很醜 對啊 你用個靈基寺的福爾摩斯 跟我長87 8項的角色 是不是就很帥啊 就很好看啊 你爺爺 你星數工用個那個 用個靈基寺的圖 多帥 你怎麼會用模 你怎麼會用模組圖呢 對不對 不然我覺得 我覺得Neko你會不會想買 如果是用靈基圖 你應該會買對不對 可是用模組圖我就覺得 幹 那邊用戰鬥模組圖 這真的很醜啊 幹 怎麼會拿模組當圖呢 他們腦袋壞 他們腦袋壞了嗎 噢 不行 我不能接受 幹 這麼好賺的東西你們又不賺 這麼好騙錢的 不是這麼好賺的 你們這樣又不賺 真的是模 真的是 模組零分耶 對啊你禮裝圖也比較好 怎麼會有人想要戰鬥模組圖呢 這什麼 啊這就是替換用的啦 這就是說 幹 等一下 這個東西是有含皮包的 呃就是有長甲的 所以沒有辦法從 對啊 真的 然後 等一下喔 這個東西是替換用的封面 可是你知道我要講什麼嗎 這個錢包 八千八日幣 然後你媽媽知道你知道一個替換封面要四千四 哇 一個替換用的封面要四千四日幣 WTF 這是一個 替換用的皮要四千四 欸 欸 它的等於是錢包四千四 那個皮要四千四欸 所以它錢包本體只有一半的價錢 它那塊替換用的皮要四千四欸 有沒有 因為你買這個只有一個 然後你其他替換都要在外面買 不行 我真的覺得 欸你知道嗎 我連車 我再額外講一下 不行 這個我真的不行 你知道嗎 這個 這個是我連車車 我連夢幻車車都買的人 我都覺得這個不行 這個錢包真的不行 這真的連夢幻車車都買的人 我真的覺得這個錢包我真的不行 四千四當然只有一種啊 怎麼可能 一台一個四千四啊 對 這錢包是PVC 啊PU 它這裡有寫 它這裡有寫是 合成的皮 人工跟合成皮 然後合金應該是拉鍊 然後磁鐵 應該不好啦 PU的不會很好 PU的該不會很好 我也覺得車子屌打這個 這真的很貴 欸我 我 這真的 呵呵 不是這會烈 而且台灣的氣候 這個皮包子就會烈 有可能 像女生應該就比較 濕到 女生應該就比較熟 這可能真的會烈 不過重點是它不好看 欸我跟你講 如果今天它是初心圖 或是靈基圖 或是禮裝圖 我真 他娘親有可能會買單 也許 這個我真的不行 PUP3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啊 等一下 這什麼玩意兒啊 什麼東西 Po Po railway Tap 蛤 � 這什麼東西 Po ceğiz Labs 我知道是圍巾 就是圍巾類 可是 Po 不知道是圍巾 綿圍巾 但是家内的面是什麼字 你看 一下 口袋用的圍巾嗎? Pocket,手口袋圍巾 是不是可惜,對啊 是不是好戴的啊,就是可以隨身放口袋的 就是你可以隨身放口袋,然後沒事拿出來圍就對了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微博啦,微博,對對對,微博 然後他說這個是茉莉亞帝跟... 我不知道欸,這個有沒有人比較熟是什麼東西啊 這我不知道什麼文藝人,因為我沒用過這個 反正應該看起來像圍巾吧,然後應該是可以隨手收起來 對,應該是可以折起來 然後他說他有附一個芙蘭跟這個... 星宿宮的...哎呀,反正沒差,大家都是茉莉亞帝啦,幹不管 喔,收起來變小包包,展開是圍巾 啊,這是方便收納的 這是茉莉亞帝跟這個...星宿宮 嗯,好,隨便啦,幹教授 的這個東西 然後...幹我要講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這個東西可以不要用角色圖嗎? 你知道這種東西要怎麼樣有品味嗎? 你不要畫一個教授上去 你畫一個教授的蝴蝶就很漂亮啊 對不對,幹這是美學 欸,我真的覺得FGO的商品 他們是不是覺得玩FGO的人都很死事 他們是不是覺得玩FGO的人都很盤 他們是不是覺得FGO的商品 只要上面隨便...隨便畫貼一張那個遊戲的垃圾圖就會有人買單 幹,這...這...這... 你...你...你...你這個東西 教授身上本來就是有那麼漂亮的蝴蝶 你右上角放一個那個蝴蝶的圖案多漂亮啊 放那個蝴蝶多漂亮 你芙蘭,好,我芙蘭不知道要放什麼東西 好,反正芙蘭一定也有個圖案 對啊,芙蘭的令咒之類的 就都很漂亮 你為什麼要放一個大頭在上面啊? 哇操勒 你他媽真當我們什麼盤子商品都會買單喔 哇操,你真當我們盤子商品就會買單喔 對啊,你放個寶具的墊數啊 你放教授的蝴蝶啊 幹,你很漂亮 你放蝴蝶啊,你放... 你放個大頭,你他媽放個大頭 哇操,哇操 對啊,你他媽真的放什麼都比這個好看啊 他至少不用彩絲圖案 哇操 不是,蝴蝶也不用重新畫圖啊 蝴蝶跟花也都有圖啊 哇操,我快沒氣死啦 啊... 啊,好聰明啊 啊... 啊... 這什麼,FGO的... 連衣帽 啊,好聰明啊 他有放...他有放的大頭 啊,好,不過我認真講啦 連衣帽好歹還好看一點點 我說真的 這個 連衣帽 我說真的 連衣帽好歹好看一點點 好看一點點 比剛剛那個好一點點 雖然也是很崩潰 這比剛剛好看一點 而且我剛剛看到一個更難看的東西了 我剛剛看到一個更難看的 附一個什麼啊 零卡個算 我已經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已經不在乎了 真的還有一個小小的角落 這個是連衣帽啊 方便放那個芙蘭的 因為我已經看到更醜的東西了 這個T恤 幹這個東西幹什麼啊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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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利耶利跟那個莫札特的同仁商品 BL很好賣 你們是不是真的覺得我們很盤啊 這個東西也 太盤了吧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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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真是設計零分耶 真的是黑人問號耶 真的是 真的是問號問號幹什麼 囉嗦麥當勞 這個真的不行啊 這是我今天看到最盤的東西耶 不是 我跟你講 FBO出過很多很廢物的收編 我知道 我坦認 他出過很多什麼 什麼那個什麼 行動電源啦 就是直接用什麼靈機圖貼上去的 他們一堆都用遊戲模組啊 但這真的很醜啊 欸 這個東西 我覺得還比較有創意 魔神柱杯子 雖然這個杯子基本上很廢 但我覺得這個還比較好 我老實講真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我還比較能接受 這個我覺得才真的有點創意 這個我真的覺得還 這個我覺得還比較好一點 啊 魔神柱杯 雖然這種杯子也沒什麼特別好用 又不能裝熱水 只能裝冷水 但我覺得至少這個 這個商品還比較有 有特色一點點 這密集恐懼症 惡心 惡心 不是你可以買這個啊 你可以買這個 這個是那個 第五特一點 那個拉爾的那個 那些叫什麼忘記了 你可以買拉爾的那個 我覺得還行 倒過來還可以 到底是喝了什麼 大家表示很 醜的東西看多了就覺得很好 這誰喝得下去 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 討伐戰開 而且這才兩千八耶 還比較便宜 七百塊 欸這還比較有趣 對啊七百塊還送三個替換用的給你 應該是兩個替換的吧 對啊佛羅倫斯 雅蒙跟那個巴巴托斯 對亞蒙亞蒙 然後這什麼 好啦這是桌遊用的那個立牌 這個就算了 這沒差這本已經可以出了 然後這是桌遊用的那個 桌遊用的夾的盤 這沒差 到我之前就出過了 喔 買這杯子放你討厭人桌上 幹嘛這樣 這杯子還要七百塊也可以不要 你給我七百塊 放我桌上 喔今天這個最無言商品第一個是這個 然後 再來就是這一個 幹 我不知道哪一個比較雷 超好痛 然後後面就沒有了 對啊 喔 頭痛頭痛 幹真的頭痛 超好痛 桌遊還沒 沒有機會買 然後 模型 啊上禮拜要講的模型 剛好這禮拜有機會 這個是有一個巴哈玩家整理的 就剛好我們也可以看一下吧 對就是接下來之後會出的一些模型 沒有興趣也可以自己去找到這一篇的影片來看 對啊 啊這是黑箏嘛 黑箏 Avenger 將努洛露塔 在哪一家出的 Lincol 我沒什麼印象 我覺得 微妙 有點微妙 還有什麼角色 就我上禮拜已經看過了一遍 這家商品我沒什麼印象耶 Lycon 我怎麼沒什麼印象 我只有過這一家的 然後 獸屋的 欸是這個 卡多克黃女組 對 你有覺得哪個比較好 你說哪一個 模型嗎 你說模型還是剛剛的商品 剛剛商品真的都很雷 我大概最多買個設定級吧 對啊 我最多就買個設定級而已 這個 不過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 兩隻一起賣就是了 錯過預購 模型類會有正規 會 對會有 但是有時候靜安靜的不多 有的時候要再等 或者是會比較貴一點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 兩隻一隻 應該是分開的吧 不然誰會買卡多克啊 不對 也會有人買卡多克 應該是分開的啦 卡多克 安娜塔西亞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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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想到一件事情 等一下 我有點在意 讓我check一下 等一下 我突然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全部用臂遮住啦 我看不到啊 黃女的胸口是有開動的嗎 嗯 你那個卡面上你看 卡面上是全部用臂遮住 所以我也看不出來 然後這個零四嘛 也是很微妙的角度擋的 等等等等等等 我怎麼從來不知道 對啊我怎麼不知道 黃女的這個衣服 居然這麼的騷 是怎麼一回事 對啊 黃女的衣服怎麼這麼騷 黃女的衣服開那個洞 是幹嘛 是要我把 呃我是說 比如說天熱的時候 就是比較容易擦 呃可以 就是就是就是可以用那個 那個那個 溫良紙巾欸 擦汗跟吹風啊 比較舒服 對對對對對 哇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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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沒注意到過欸 真沒注意到 黃女這個傢伙 外表這麼正直 裡面居然這麼的 原來都是B擋住 特務 我現在才發現 我是說 吹風 那容易激汗 你就會濕疹 對不對 你看你們又誤會我了 濕疹很不好 會很不舒服 要避免濕 對不對 啊這個真的好可愛 唉唷 黏土人的北斋 各位各位你們快看 黏土人北斋 是不是好可愛 這隻好可愛唷 好可愛唷 還有豆豆様 也好可愛唷 可愛娜 這隻好可愛唷 是誰 拉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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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羅斯可能很熱啊 你們幹嘛這樣 噢 彈完立香 我覺得不知道會不會買 微妙 女生比較好看 然後這個是 之前那個 Good Smile的 尼路跟 呃 藍傻跟珍德 一系列的賽車女郎 對 賽車女郎 你看這賽車女郎 也很可愛 這是那個 亞 那個 藍傻 然後這是珍德 好記得後面等一下有大圖吧 珍德 珍德的學生服 幹你們少囉嗦俄羅斯 你們也不住俄羅斯 搞不好俄羅斯會流汗啊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呢 對啊 俄羅斯也是會熱的好嗎 運動也是會熱的 可能黃女喜歡上健身房啊 噢是不是 這個就是賽車版本的 好小莫 欸這個小莫 這是可動的吧 不知道是不是 是那個嗎 Figma嗎 不知道是不是Figma 你說誰手上拿的 這是雨傘啊 他這個是雨傘 賽車的雨傘 這是BB槍 蹦蹦蹦槍 這是長斧 然後 吉家美修 欸吉家美修 樹散 還有一個斧頭 然後這是大猩猩高文 啊高文高文 哇高文還蠻帥的 有沒有 男子漢 高文粉 我知道很多女生的高文粉還蠻多的 在哪一家 Altir 不知道是哪一家 然後這也是Altir要出的第三零雞在零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吉家美修 高文很壯啊 高文三個B耶 BBB 啊這是公本武藏的私服 怎麼又沒穿褲子 你們這些人為什麼都不穿褲子 你們這樣對嗎 你們這樣對嗎 對啊這就是公本武藏的私服版本 你看都穿條毛衣不穿褲子 真的很讓人生氣 不穿褲子還是會冷啊 大腿會冷啊 傻的 對不對 大腿會冷我就 幫他買條長褲穿上去 也可以換成這個 啊 KAMISO 就小可愛啦 小可愛的衣服 然後還會出這個 狂職 泳裝武藏版本 等這袋子就塗 還有指示布 第一靈機再靈 嗯? 你有穿褲子嗎? 沒有吧還是穿襪子吧 不知道帶有沒有穿短褲 算了隨便 然後 莉莉絲 莉莉絲 可是這隻感覺就很佔空間 而且我總覺得這隻超容易 這真的怎麼佔的啊 幹這怎麼佔的啊 這隻不會倒嗎 這個姿勢怎麼看都有問題啊 對啊 這這這這真的沒問題嗎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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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它是用那條綠色的 它是用那個藍色站的吧 就好危險 然後這個 欸 這個泳裝雷包 欸泳裝雷包龍娘 Extella link的 的skin 泳裝雷包龍娘 還蠻可愛的尾巴好大 阿比 欸阿比阿比阿比 阿比之外呢 還有 有 Lavinia 我覺得這兩隻的到時候一定 一定 會可以 這個底座是可以接在一起的 它設計一定會把這個 這兩隻的底座可以接在一起 然後手手不知道能不能牽在一起 應該可以 這兩隻手手應該是可以牽在一起的 你看 你看Lavinia的手手是 你看它的右手是這樣 勾著的 然後你看阿比的左手是伸出去的 所以這兩隻到時候一定是可以用那個 Lavinia的右手勾著這個 阿比的手手 然後XX脖子也沒有塗 他們一定可以牽手手 好 然後這是之前那個 我忘記是哪一本雜誌的展示的那個 黑煞 和服黑煞 這隻是黑煞 還蠻華麗的 不過白魔都先不要管他啦 白魔你們都知道不准 白魔反正就全力去做 拿實際產品再說 小N 恩奇都 欸 對不起 這隻應該是金固 還是金固 King 還有寫金固 然後這個是賽車女郎的阿福跟珍德 賽車女郎的阿福跟珍德 原畫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模型微妙 臉微妙 然後這張是瘋王結界欸 戰爭終將的那個 藍傻 欸不對這是黑傻 幹 對不起 這是黑傻 HF 然後 芙蘭獎 這隻好像出了吧 我記得 這隻是不是好像已經出了 然後 新速攻 欸莫莉亞提 大概就這樣了啦 大概就這樣了 大家可以看看有沒有什麼到模型有趣的 好 然後呢 再追加一個東西 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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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剛剛我忘記放入裡面 對我可以放在 沒有啦 這是那個日本JRA 就是那個賽馬協會 他們現在跟那個 第七章的 芭比倫尼亞 合作 對合作 反正JRA本來就喜歡做一些古力古怪的合作 也不意外啦 你看有福福在這邊多可愛 對 然後他們會有 解說 對 有馬的紀念比賽 然後你還可以點進去看 你看他會有解說 反正JRA就常常有一些古力古怪的合作啊 很不錯的展開嘛 直到最後都不要移開你的眼睛喔 好 等一下這樣這麼讓人緊張的比賽 反正大概就是這樣 世紀末霸王 你可以看不同的動畫 然後 然後 呃 比較細的東西 他有一些campaign可以參加啦 像Event 他有展示這個 大的那個圖 他不找阿姐 是因為他這個地方只是 因為他是找第七章 他是跟芭比倫尼亞合作的 然後還有原創的一些 那些那個牌死靈道都可以去看 然後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啦 在中山競馬場會辦 嗯 你看 而且這兩隻都是LIDA有沒有 LIDA LIDA 所以很合理 他會送你一個卡片 不知道可以幹嘛的 然後他好像有一個campaign吧 就是可以辦 如果你在日本大概才能玩阿 台灣大概就不行了 就是 你會得到一個什麼五千元的 什麼original 有QU 我不知道有什麼卡片 大概可以用在賽馬之類的 然後 這邊會有一些 呃 應該是資料夾啦 就是利牌啦 這些 那個徽章啦 之類的 呃 這是什麼 喔 手機套 手機殼 然後這個是卡片 然後這個是海報 欸 全部給你一套的 然後立牌 資料夾 啊 如果你在日本的話可以玩玩看 欸 沒有在日本的話 就 就 就 大概就 嗯 就沒什麼 可以參加 喔 對了 最後一個東西 想 從 去 找個 喔!QUO是可以去超商買東西的 喔~~感謝你感謝你 恩!這個這個給你們看一下這個就好了 這個這個這個 那這個就是許願之後大家可以拿到禮物 如果還有人沒有去登記的話 欸這個是繁中版的部分 法老大改 所以之後可能還會有拉爾跟宴后的卡池 那這是紀念活動 那就是你可以輸入一個你FB的名字 然後輸入你的好友名單 然後就可以許願 然後就會給你還會去對照 HB逆稱我也可以填一下啊 我們也可以填一下 我們可以現場來填 對不對 對不對然後我們就 這邊你就可以輸入下你的 欸等一下要讓我切回去 我的UID都忘了 可以放上去 還有ID 好 然後你們下面就可以寫說你們有什麼願望了 你就可以想說 我的大象 呵呵呵呵呵呵呵 你就可以加入一堆你的想要刺 然後你就可以送出了 嘿 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好 我們就要設我們熱情參與了 然後就可以看到大家高搖了 大家都跑出來了 好討厭 呵呵呵呵呵呵 對你們就可以收集 然後反正數字到就會有禮物 欸就會有禮物 那去FB 欸FB 他不用綁 但是你只要他會用FB逆稱作為核對依據啦 對 輸入的UID跟F逆稱就可以了 然後還有送兵霸杯 他會送一些禮物 會有兩顆 最後應該是十顆啦 還會送出這個桌地 面具 反正後面開出來就會獎勵越來越多 這裡從官網的FB就可以進去了 從FB的地方就可以進去了 這邊吧 你們就打開這邊 然後 它會有這個網址 然後這個頁面就可以直接進去了 Xmas 2019 好啦 差不多吧 那差不多 今天就這個樣子吧 不認識TL超價欣賞 哇塞 最好是 怎麼不吃三個快 好啦 好啦好啦 那應該差不多吧 不用綁FB啊 你那個FB只是他要對那個名字而已 不用綁 沒有關係 你就是FB你的暱稱 再加上你的那個上面就可以了 到15號 還有一個禮拜 到下個禮拜天 所以下禮拜天我還會再跟你們提一次之類的吧 啊 差不多差不多了吧 喔對 那慣例的這個美遊不是幹 那個 阿比生日快樂歌 那就差不多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結束吧 嗯 然後就下禮拜見吧 然後禮拜一我會跟立憲跑一款雙人合作的遊戲 一個聽說是恐怖然後又是射擊遊戲的 應該蠻擅長我的一個遊戲 到時候我會在Discord跟大家說 如果興趣可以來看 好啦 那我們就大家生日快樂 我們就下禮拜見囉 掰掰 HAPPY BIRTHDAY DIA MASTER HAPPY BIRTHDAY TO ALL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MASTER HAPPY BIRTHDAY DIA MASTER HAPPY BIRTHDAY DIA MASTER HAPPY BIRTHDAY TO ALL 拜拜